小心,因为刚刚是把档案读进来 所以我是把它放在中间 第九行到第十四行 然后我们上面做哪些改变 上面的话就是一样的 这三行固定,把它连接 刚刚有同学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一执行发现错误 错误为什么会发生错误 因为我们这个module的名称 我叫SQLite01,02,03 如果说特别之后 如果你假设里面有个名称叫SQLite3的话 那你这次程式就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你impostSQLite3 他就会以为是你要impost这边的SQLite3 结果一过来之后 他就找不到connect的这个方法 所以特别之后 module命名的名称 不要跟上面的名称一样 一样的话就出错了 OK,这可能要做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 遇到类似的状况 名称不要取一样的 我要多一个零 也表示说我不要跟他一样的名称 这一点可能要小心 所以我刚刚把中间的这一段读取 然后放在它里面 所以我们就一样 先建立一个资料库 如果存在就把它连线 然后再建立一个资料表 名称叫member01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就帮我建立 第三个的话 我要ABCDE 总共有五个栏位 这是懒的命名法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取一个有意的名称 没有关系 因为有时候为了说程式的教学 反正我们还是先做出来 你自己去改 OK 然后呢 至于这个形态的话 你也可以改 如果它是编号的话 你也可以改成integer 但是特别特别注意 如果你如果改成text的话 跟改integer有一个地方 会不一样 哪个地方 就是insert into的地方 我之前好像有跟各位稍微强调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形态是text的话 前后有没有 value 前后一定要加上单引号 这个是必要的 如果你今天形态是text的话 但如果你今天不是text 比如说你是integer或double的话 那就前后不用单引号 这个是规则 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我要怎么样把 刚刚的这些50笔资料 写入到资料库 我们已经具备一个资料库了 也有资料表了 然后再来就读档 接下来最关键的地方 如何把它写进去 写进去的话 其实主要是这两行 就是insert into 到哪一个 member01 然后value的话 后面有五个栏位 所以特别是五个栏位的话 其实这里的话可以配合那个什么 配合format最简单 所以insert into 配合format 那怎么配合呢 因为我要五个栏位 我不知道我还没给他东西 所以我可以什么 跟上面一样 可以给什么 大瓜糊一个 豆点 大瓜糊两个 反正五个栏位你就 五个大瓜糊应该没问题 OK 再来第二步 因为如果说你要看形态 如果那个形态 是文字的话 前后要加单引号 所以 有没有 因为我五个栏位 因为我偷懒 都test 所以五个 请注意 前后 请你一定要在大瓜糊的外面 务必要加上什么 单引号 如果你这个单引号没加的话 很抱歉 你这个地方呢 一定会失败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有insert into到那个 只是说现在有大瓜糊 可是问题后面要搭配什么 搭配点format 所以后面就点什么 点format 瓜糊 那format里面要放什么 其实就可以 直接把这个东西 因为刚刚已经写过了嘛 你就把它复制一个过来 不就OK了吗 其实放的东西是一样的啦 只是一个是print出去 一个是要insert into用的 只是说insert into 记得前后一定要这个单引号 如果你少加的话 一定会出错 OK 只要不要写 不要做错了 这应该是蛮顺利的 不乱的话我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容易做错的地方 因为我发现那个大部分同学都卡在这里 所以我这边讲的比较慢一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非常容易做错 如果等一下你做错是有点是应该的 不能讲应该 只要你注意不要照我刚刚讲的重点 做的话应该就不会出错了 好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它复制下来 这样OK了 然后再确定一下 进来了 如果你还是做错了 可以回去把影片再看一下 放慢动作暂停一下 repeat一下吧 OK 这有些同学问我的问题 其实他们影片里面都有答案 如果影片里面有答案 我就会跟你讲说 请你再把影片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直接告诉你 当然很简单 可是这样就失去你去了解的过程了 对不对 因为其实找到问题的答案 其实也很重要 你也要训练说 你要能够自己把那个答案找出来的能力 不然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以后你会一直依赖我 一直会想说老师在旁边 那如果我不在你旁边 或者我也没有 马上可以回复你的话 对不对 那你可能还是要等待 那其实影片都有了 你就影片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甚至我自己以前教学 我一段时间没教 我自己都会去看影片 哇太好了 真的你一段时间没教都忘了差不多了 影片一看哇太好了我都不用备课了 马上感觉一年前的我已经告诉我未来该怎么上课了 这个感觉真的还蛮好的 而且我发现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真的我以前教过了 你不要以为说好像自己教过自己都会记得 没有耶 很多很久没教那东西其实都忘了差不多了 但还好我自己有把它录影下来 所以其实把自己做的动作自己录下来 这边讲其实也是这种训练方式 蛮推荐各位回去 自己找个方法把自己一边做的动作一边录下来 顺便讲一些话训练一下 这也是个好方法 OK 好 这样就OK了 然后我们就execute 特别注意这两行 一定要放在for回圈里面 一定要按tab主要是这两行的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话呢 commiss放外面没关系 为什么因为commiss一次就好了 比如说我新增50笔 最后一次确认就OK了 然后最后再close连线 好 这样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OK 最后当然如果你就是 比较好的底下再print好了 比如说什么 写入成功之类的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再写一个 写入成功好了 OK 所以这样的话 试试看 其实我也不确定了 因为我大概 该注意的都注意了 其实应该也就没有犯错的可能了 如果还犯错的话 那应该就不是我们的错了 OK 就像开车一样 我现在慢慢有没 有时候看那个YouTube上面那种什么三宝的那个影片 看完之后 我现在越来越不敢开车了 因为我太多那种 对 好像会 因为会有一些阴影吧 感觉 那感觉好像 现在都会特别小心 感觉好像随时都有一些状况的感觉 跟写程式差不多 所以程式里面一样 你只要该注意的都注意的 应该也还好 也没什么可能的发生状况 所以记得这边建立好资料库连线 然后建立资料表 然后再开启档案 一边开一边写 一边开一边写 最后确认写入成功 执行看看 写入成功了 其实而且因为我有printl 所以这边printl应该也没问题 最后怎么知道呢 我们到底有没有写成功 我可以开启什么 开启刚刚的那个 我们在下载里面有放了一个 就是sqlite的这个程式好了 我用sqlite来看 那你可以用slate语法 开启 那因为我是放在cursor01里面 所以这边有个member 有了 test三个 abcde 然后browse data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member01 点开来 有没有50笔 有50笔 不对 这边好像不止50笔 100笔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怎么 再run一次呢 如果你在切过来的话 它应该会变成多少笔 150笔 那你说不对啊 它会一直增加 那怎么办 其实你还可以再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 理论上应该什么 当你执行的时候 你先把那个资料表先清空好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清空的话 它会一直写 一直写 一直增加 所以理论上应该什么 删掉旧的 再放新的 不然的话会一直重复嘛 所以啊 那要怎么样把资料表 删掉 其实你可以拿什么 应该是建资料表的前面 再多增加一个叫什么 建立有个叫删除 你可以多学一个啦 叫删除 删除资料表 那怎么删除 其实逻辑也非常简单 把create改成什么 当然一般叫delete啦 不过 它delete用掉了 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drop 有没有 drop table 什么table 那table的话后面就刚好 create的是if not exist 那左右应该是什么 if exist 刚好颠倒 逻辑相反 如果member01有存在的话 那就怎么样 帮我做不掉 那底下的话呢 就当然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栏位名称的 就直接把它drop掉就可以了 OK 写这样就可以了 那底下一样exque 所以如果你写这样的话 那就是什么 当我刚执行程式的时候 我先把它drop掉 然后再create一个新的 再把资料放进去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它永远都维持50笔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很多时候 你当然在这边多两行 来实行一下 那试一下 也一样跑完了 然后再到这边看一下 有没有50笔 当然如果在run 它还是50笔 就是多了什么 多了这个叙述叫drop table 所以就不乱记 有没有 其实刚好create table的颠倒 好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我刚刚是把那个读取档案 放到中间 另外的话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两行 底下是insert into的这个地方 必须怎么样 加上大瓜 有五个栏位 所以记得大瓜 而且是栏位 因为是test 所以呢 前后一定要加上单引号 如果没有加单引号的话 那就会失败 那什么时候不用加单引号呢 就是你的形态 不是test 比如说你是integer 你是double OK 那就不用加 前后单引号 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如果你有这个地方有注意到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写入资料就不会失败了 OK 所以特别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延伸的一个练习题 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会员资料把它写进 另外特别注意 刚好同学遇到一个问题是 那个Member Member.tst这个资料记得你不要直接按右键直接下载 如果右键直接下载的话 它下载下来是.doc 记得一定要把Member.tst打开 然后从它的档案里面再去下载它的存文式 这样的话才不会开不了档 因为刚刚有同学是直接下载 开不了档 为什么因为你直接下载它好像给你的会是.doc 而不是.tst 这点的话可能要特别的小心